多过去这么久了 好多人还在好奇 那个来我家住的妹子 到底是干啥职业的 这么跟你说吧 每天晚上直到我睡觉之前 我都看不到那个妹子 一到早上起来发现妹子还在睡觉 具体做啥工作的 这马上只有数量 因为当年我做IT的时候也这样 就是她这种作息 应该是做服务器维护的 但这种错失居住 再加上妹子也没啥行李 爱干净 对我倒没什么太大影响 所以说之前Link说要来我家 只要赶着那个妹子不在家的时候来 待一会就走 肯定没问题 我就跟她说呀 这家里面没啥好待的 我带你出去玩吧 我就想让妹子赶紧走 这种独处空间 再加上随时会来的危机感 让我十分不自在 我就想跟妹子说呀 你玩的这是真山海京啊 648种异兽无限吞噬进阶 开局就送30颗血弹 随意孵化左下角 就可以领我的专属福利 尽管知道在我家的那个妹子 这个时候还不会回来 但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会发生什么变 于是提出喊她出去吃饭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 有一个妹子下车的时候 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就更加好奇 这都到底怎么了 嗯 诶 还没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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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